不过民进党发言人陈其迈欲以驳斥 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不应该引述这个错误的讯息 而且强调呢 都还在审查作业的过程 都还没有定案哦 然后但是呢有人一听 怎么有一个这样的名单就说 这个目的就是要先曝光的 就先见光死啦 施承宁同意吗 我觉得刚刚这个林伟人都分析完 我觉得哦 袁玉龙我每次想到他 我就想到我们花莲 你知道吗 什么叫我们花莲 因为我是花莲的伴子 然后那个对然后慰文是花莲人 尤英龙到花莲选过多少次 没选上然后每次选输以后都说呢 我会在永远是会在花莲经营 啊咧 啊咧人咧人咧人咧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那个小美琴 都不要讲 然后尤英龙呢本身当入委会副主委 他是民进党算是 算是资深的人吧 他不是杨慧如吧 对不对你说杨慧如不小心 在哪里公布的民调 这就算了 你是菜鸟 你陈琦 那个游英龙 在民进党没有公布初选 这个所谓的部分去谈民之前 你在这个脸书公布 有没有搞错 这很奇怪 太奇怪 这种最基本的政治的游戏规则 这是政党的东西 你怎么会在这个脸书公布 根据党内一个不信口开门公布的东西 我觉得是太 那种政治斗争的意图太明显 而且这也太明显的一点 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实在是太 不太好了 真的不太好 好 来 那个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有最新的回应 我们刚收到这段访谈 她说不可能 一切都还在讨论当中 觉得那个是没有根据的事情 这个整个名单的 这个人数非常的多 现在都还在进行讨论当中 好 一切都还在讨论当中 蔡主席说了算 对 所以我要讲 为什么我联想到 她为什么现在有些名单都还在内部的进逐当中 所以对 巧不拢 所以用这种方式 我排几个 然后有几个见光死 然后有个死 然后我喜欢人再顶上去 所以我一直怀疑她为什么副总统人选出不来 恐怕也是同样的道理 好 所以我们看看大家都有回应了 柯建民没有回应 就是她的回应 不予评论 然后翁金珠说不可信要尊重提名委员会 而蔡黄狼委员她说名单没有我不可信 王杏兰也说不可信应该是传说 对 蔡黄狼是这样说的 因为她的表现那么好怎么可能没有答案 对 我补充一下 因为这个 这个是之前一个民进党朋友画给我看的 就是说我们有区立委 原住民立委她不分区立委 那如果以民进党 我用16个比较好算了 就是说这个女生 现马规定1 2分1要女性 所以女生跟男生这边就分开了 那他们还有分政治主跟社会主 所以如果照顺序来讲话 那这个又要再分开了 换句话说政治主 如果说他把社会 嫌打那种放在前面的话 政治主其实安全名单里面只有四个人 所以刚主持人你排 就是游盈隆讲那么多个人 其实安全的跟他死人 安全只有四个男的 所以你排那么多名 我觉得这个与事实不符了 那排第一个段庇康 刚林育芳委员的介绍还不够透彻 上一届立委 把段庇康打成败选人是谁 就是你 贏了很多 还没讲 你不要急 还没骂完 就是他 他跟段庇康在友台 我也在现场 两个没 你骂我骂你骂一大堆 然后都堵向上人头 说我也是怎样 我也白菜我就给他投赌了 结果段庇康的头跟林育芳的头 现在都还在 你是什么态度啊 我坐在旁边跟呆子一样 明天有命案 也没有 我讲段庇康 因为段庇康当然是新戏的 新潮流的 段庇康一表人才 虽然被林育芳击败 但段庇康应该去选 他不是之前跟姚文智 罗文佳他们 还有郭正 砍来砍去之后 怎么跑去当副分区呢 李应元 大家记得吗 李应元在2008年 那个维新馆 他就站在战车上面说 把警察都尾起来 谁在喊就李应元在喊 李应元现在正常 本来要回去 分任选管庁 怎么去当副分区呢 蔡黄朗 站在很強的 在友台骂国民党 都没跳起来 大家这厉害的人 蔡黄朗还算去管庁 陈其邁还做个市長 做个高雄市長 不是一般的 他是代理过 他老婆的事情到达来的 所以他说名单上没他 是真的不可能的 没有啦 我说主请我意思说 这些人都震重 你出去放民党都 打仗 我来跟公马派去唱不分区 那种笑容 应该去选 虞天我觉得 选区立委嘛 当然是嘛 怎么会去抢不分区呢 最后派系李应远是谁的人 重的人 陈其邁 陈其邁本来跟李昆哲要拼 虞立委 他让给李昆哲 李昆哲是陈其的外甥嘛 最后就李让 李让之后就变成支持那个 我觉得不应该 我看邮宇荣这个 Facebook这个名单 有那种分赃的味道 每个派系丢一个给你 然后丢一丢 大家都闭嘴这样子 之前不再传说什么 什么苏贞昌卸糖艇要上去了吗 如果苏贞昌卸糖艇也要上去 那排名要全部都换了 这些年轻人就没地方去 我是鼓励国民党的一些人 也是下去选 不要老是想要靠不分区干立委 这是不应该的 好那靖平你看 现在不是民进党也在传吗 什么苏贞旅游啦 要在这个不分区边缘名单中 来冲选情 这个有没有可能我们要当真吗 今天这个同一天的 同一个同一天的报导 但是在一个媒体 像自由时报 他就有写到说 苏贞旅游这四大天王 他要列到民进党不分区的边缘 也就是18 19 22 1 他看准的就是可能在 明年1月14号的这个二合一的选举 民进党的立委席次一定会增加 国民党的立委席次势必会减少 那民进党立委席次增加到多少 不分区安全名单可以拿到多少 他把列为18到21 也就是说18名以前都是安全名单 如果把这四大天王 放到18 19 22 1的话 跟今天这个游英龙 他所曝光的所谓的传闻中的 一个民进党不分区 男性立委名单第一到第七名 他其中第七名是列游席坤 第七名游席坤 你以这个不分区安全名单 不分区的名单应该男女 男女男女男女这样放 依照游英龙所列出的 那个公布的第七名的游席坤 是排到第十三名 那跟这个昨天柯建民老柯所讲的 和媒体所曝光的另外一个版本 说这个列到18 21 那你就是一种充满矛盾嘛 所以回到刚刚那个话题说 游英龙这个动作 大家其实就很清楚 就是招了司马接 司马医治基金招揽洛街 大家路人都知道他想干什么 其实就是以前我们记者在写稿的时候 不管是蓝营也好绿营也罢 想要那一个的阵营的一个立委 立委不分区立委名单可能曝光 我们就让他先写 就变成会产生一种见光石的效果 这种情况其实屡见不鲜啊 但是说效果如何 所以今天游一龙采取这样的一个做法 当然还有一种 就像刚刚委員说讲的 派系之间的请查的问题嘛 那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 像刚刚讲的如果你把游习坤是放到所谓的游英龙 照游英龙这种规划是安全名单里面 那如果是民进党这样的规划 是不分区名单是安全名单的边缘 但我会觉得说有老科这种民进党的党编所释出来的讯息 可信度会比较高 你看从今天民进党中央蔡英文到他民进党那些所谓的发言人 这些党工全部都驳斥游英龙的说凭空捏造 然后只需乌有嘛 可见说他们这种大家会担心说因为派系的在里面运作角力 然后可能打乱了他们整盘齐局 因为这个到下礼拜三以前才会定案 你现在可能都还有一些角力的空间 如果你游英龙提早把它弄出来 是不是有些人选就不能谈下去了 所以这个是他们现在焦虑的原因之一 那至于这个四大天王列道不分区 就是跟当初清明党所谓的把宋楚瑜放到第一名 宋靖立法因为是一样的道理 这对绿营他们会许觉得说有拉抬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四大天王你们不要再觉得说 他是所谓的票房邻单 搞不好吃毒药也不一定 放到边缘 搞不好害你们的名单往下拉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要考虑清楚 好来观众朋友插播一个最新消息 贝勒连锁饮料店在上个月月底 验出寒素化剂 追查上游厂商全新 谎称向另外一家业者进货 但事实上其实呢 就是向预申进的货 所以检方就依这个恶意的隐瞒上游来源 起诉求刑三年 这是刚刚我们收到的一个最新消息 马上回来 今天甚至数据